大家好我是Jasper 今天我們試駕這個小改款的Mercedes-Benz SLC200 它是一部硬頂的Roster敞篷車型 那最近天氣也慢慢進了秋天 今天天氣很不錯 我們在這個山區的小路開篷這樣子 確實是非常的舒服 整體在開起來的感覺呢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部非常標準的敞篷小跑車 跟其他的可能一些雙門的Cube車型 它出了更進階的這種長空的結構 其實操控的能力是都會下降的 那這部SLC或是更高階一點的賓士的SL 其實都不一樣 它整體開起來就是一種很均衡的車體反應 現在我們切到一般的Comfort模式 你會發現其實它在這個模式下 整體的調教已經是很運動化了 包含最主要當然就是後面的排氣聲浪 你沒有這個車體的隔絕 傳達的會更直接 不過這個聲音我會發現 跟其他的賓士車款其實不一樣 它的共鳴算是很熱心的 那SLC200在小改款過後呢 除了這個車名的變化之外 動力部分有幾個重點 首先就是這顆 前面這顆四缸的2000cc握輪引擎 還有184匹的馬力 不過呢 再搭配這個最新喔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9速變速箱 其實你開起來的感覺呢 會給你不只有這樣的馬力 我覺得開起來有200匹以上的感覺 可以的 我想知道 尊重我們是在某種回想 可以嗎 我們在旁邊 그램會見 它的皮靈 最後呢 我們會兒 做的 然後呢 還有 在那裡 全部 所以也就是說為什麼大家其實對這顆變速箱的評價都還蠻不錯的 其實它動力的傳遞非常的直接 操控的回饋上呢 你還是會發現它其實因為這個硬頂結構的關係 又是長風車 車重開起來感覺是反應稍微笨腫了一些 這樣的急距它有1500公斤其實算有點多 就像我剛剛講 它其實整個開起來是一個很均衡的調性 那由於我沒有開過前一代的SLK 我不知道它的排氣系統是本來就這樣設定 那其實你開了棚之後這樣子的共鳴呢 我根本是還蠻喜歡的喔 除了很舒服像現在這樣在山區的駕馭樂趣之外 它還是可以給你一種很熱血的回饋 如果你想要買一輛拉風的長風跑車呢 我當然認為尺碼不需要太大 像SLC這樣的級距呢這樣的底盤設定 又不會運動氣息太過的強烈 反而是營造非常豪華的一個氛圍 那不論在乘坐的質感上或者是操控表現上 都保有冰式運動化車款的水準 各方面的表現其實都不會讓人很失望 不過坦白講真的是一次 有點適到不想還車的一個試駕 我們下次見 掰掰